今天是4月16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A股迎来今天大力转 那么A股接下来会继续涨吗 股民朋友们 接下来要注意了 聪明资金已经入场 这个时候你还要割肉吗 那么你割肉是不是会割在最低点呢 怎么看 还有就是很多人在纠结 抄底抄底到底该抄哪里呢 如果你仔细听了 我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了 这些视频我们就整个盘面的一个资金动向 做一个盘整做一个解读 听完后相信大家就心里有底了 在讲之前大家评论区一波888 支持一下 A股今天之所以迎来一个逆转 原因可能大家多清楚 是吧 应该是国家队又出手了 护盘资金又出手了 那么他出手的原因里 出手的这个方向在哪里 很简单 大家伙大金融 对吧 我后大家看证券银行都在拉 那么拉银行拉证券是什么原理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是吧 证券是整个市场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证券起来了 A股就起来了 所以他拉证券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人气 证券起来 市场拉起来 题材再以来一个拉伸A股不就起来吗 就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今天不仅仅是证券在拉 还有银行也在是吧 上涨 你看银行板块在下午的话 越拉越高越走越强 对不对 银行板块近期是连续的拉伸 连续的反弹 感觉已经走出了一个反转的一个行情 对吧 那你在前期抄底银行的估计是正段时间 非常是舒服 当然今天除了银行证券在拉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的护生300的ETF 有几只护生300的ETF 在今天下午突然也放掉了 这个量能放到两倍 四倍 甚至放到八倍 最大的一次 最大的一次ETF 他量能放到了八倍 那这里明显的是有些资金在借到抄底 我们的核心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 这些资金已经明显的在什么 在买买买 你还要割肉吗 你割肉的话会不会错过了一个大底 会不会错过了一个历史的低点呢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很迷茫 黑股一度下跌 老师在问我到底要不要割肉 我到底要不要割肉 我告诉你 你如果说在昨天或者今天割掉肉的去追高的 那很多人会哭晕在厕所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昨天到今天为止有两三个人问我 要不要割掉A股去追高日经ETF 这个我在昨天今天就重点讲过了 大家看一下 日经ETF 今天出现了一个冲高跳水 放量下跌三个点 昨天到今天有几个人问 要不要去追 那如果说你在今天上午的为高位去追高的 现在亏损幅度会比较大 有些甚至超过10个点 那你割掉的那些 中国的一些低价的一些票的话 下午出去反弹了 你是不是非常是郁闷 非常之的纠结 其实我在昨天跟大家讲这个方法就讲得很清楚 人家已经什么加速了 加速的时候 尤其是盘中急捞的时候 怎么不要轻易的去追 对不对 你去追的话 你现在面临这种结果 我说你很有可能割掉以后再去占一个岗 就这么回事 好了我们回到市场 A股在这个位置 迎来反转的行情 或者说利准的行情 刚才讲了大金融 公不可目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聪明资金也在抄底 那么抄的是谁 到底怎么看 其实说白了 他抄的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我们的核心资产 我们的核心资产的话 在体现在这个几个方面 各大行业里面的北马龙头 各大行业的北马龙头 大家仔细去看 仔细去选 其实有些还是有特点的 有些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拿几个行业里面龙头 做一个对比 可能大家就清楚了 大家就明白了 有些不知道怎么抄 我告诉你抄底其实就怎么 就两个 你是喜欢快还是喜欢慢 如果你喜欢慢 那么你就抄底 各大白云行业里面北马龙头 包括我们群众里面的核心 龙头 比如说大金融方形的核心品种 如果你想想快的话 那么你就是什么 去抄底市场的资金主线主战场 市场之间主线主战场 前段时间 至今介入最登的就是科技加汽车 所以板坛的话 科技加汽车仍然也是市场的一个什么 焦点 那么你就想快的话 你就去参与科技加汽车的一个重点的博弈 想稳的话就去参与大北马 以及各行业龙头的一个博弈 一个参与就行了吗 那我们来看 比如说银行 银行板块在前期出现连续调整 出现一个沙跌 那我在前期跟大家讲银行板块 这一轮沙跌到底是谁在压盘 是谁在压 是以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为代表的一些核心品种 好 因为这种就比较稳了 对不对 勤稳了 那么就服务反弹了 我们就可以是吧 可以考虑了 当然你嫌这种票盘子大比较慢 那么你要想快点 银行板块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是吗 次兴小银行 对吧 你去找一些次兴小银行 你看一下银行板块的个股的话 涨幅之前的就是什么 就是次兴小银行 对不对 这段时间次兴小银行表现比较好了 你看出现一个拉伤 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上涨了 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 你做对了 短期反弹一二十个点 还是有入吃的 甚至有大入吃的 好 除了银行板块的一些核心品种之外 证券里面也有一些核心品种 证券里面其实跟大家也说的很清楚 要想拉起来两个小票出现批量涨停 大票出现什么 半量暴涨 看你怎么选 你想快 你去参与一些小票 小票的话 你什么以这些有什么 有重组传门的票为重点 去做个潜伏 实在不行的话 怕的话 参与大票 一些核心品种的一个地位 中式投票 最近跌的很惨 那么他很 他也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超跌反弹 所以把握好这些 我相信大家没有大的风险的 再跌能跌到哪里去 对吧 这种低位了 他再跌能跌到哪里去 但是一旦反弹的话 一旦拉高的话 你想想 你是不是有机会获利 你是不是有机会获得距离 对不对 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还是要重视的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 我刚才讲了 有一些聪明资金已经入场了 已经在抄底了 他们除了抄这些大金融 这些权重方向之外 还有是什么 我刚才讲的一些核心品种 各大行业的北马 比如说 合力 大家看一下 这种在经过一轮 连续调整后 到低位了 现在明显的资金开始入场了 那么这种票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个什么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是不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操作上面 至少在这个位置 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割入了 这大家要注意的 是吧 如果你持有的像这种类型的票 到这个位置 你不能盲目去割入了 说是不说加仓吧 不说这个什么 不说重仓吧 你不能盲目的去割入了 对不对 至少你要什么 要等他拉起来 再考虑做一个减仓的动作 大决士还是不是 所以对有些人说是看到了风险 但是对于一些聪明之间来说 他觉得就是机会 当然北马设计的票比较多 像格力这种票的话还是比较少 所以难度也比较大 但是我们从板块 从方向来选的话 我觉得机会还是很大的 那么机会现在我 门看啊 这段时间有资金明显入场的一个方向 是哪里的 应该是这个方向 新能源 离电池等向弯方向 所以说啊 离电池今天涨幅不大 但你看一下离电池板块在近期的走势 是不是属于一个底部的震荡 对不对 属于一个底部震荡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迎来一个什么 大底的一个反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调整的也是比较充分 从高位下来到这里调整的时间 周期包括这个空间都是比较大了 这里迎来一个超低反弹预期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离电池板块的几大龙头 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啊 是吧 行业里面的龙头 临德时代 你看临德时代 你看临德时代在经过连续的调整 撒跌后 在近期 感觉就是是吧 开始走平了 这个位置开始有资金 是吧 在入场了 这里有没有可能形成反弹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所以一旦这个位置起晚了出现反弹了 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机会获利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趋势还是下跌的 还是走低的 可能你还有点点不担 还有点担心 但是你看一下其他的行业的一些核心票 天奇 但是发现天奇离业在经过是吧 一段时间的大跌后 从145到现在的现在58 最低的什么49 跌了很多跌了几十个点 但是你发现吧 从49到现在58 他其实这段时间反弹了9块钱 9块钱差不多20个点了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 9块钱差不多20个点 那我们来看 他明显的底部开始是吗 开始走强了 这里有资金放量了 开始走强了 要开始有反弹的迹象了 是不是 那么这种是不是有资金在入局的 有资金在抄底的 这里还有个特点 你看 他的适应率多少 5.87 进这个是吧 我们再看一下 他相关的一些票 比如说干风 来看干风离业经过长 时间在下跌 近期是不是也明显的有资金在什么 在这里入场的 看了 看到没有 量量量都放大了 现在下跌的时候量是缩的 所以这里有资金明显的在抄底的 拨一个反出反弹 那么这里有没有可能性 这里走出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反弹呢 有没有可能性呢 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你不去急拉去追高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所以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核心 品种资金的关注度 还是慢慢的提升了 放量了 底部放量 那就是好事 还记得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 底量 超顶量底价超顶价 那么你看这个位置量能 这个位置量能 比前面这段时间量能是不是大 所以这些最终还是要突 那么他的目标其实是奔在这个位置 去了 这个位置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反弹的话 他目标是奔在这个位置去的 空间潜力是不是有 是不是还很大 那在这个低位去做个低吸怕个啥 他强强压力位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空间还是有的 后面反弹的这个预期还是强的 当然他只是刚开始 你不要想到这一下子一口吃上个胖子 大反弹还是要注意 好 这是我刚才开头讲的 相对来说 抄底的一些方向 比较稳的一些方向 但是你想要快 想要赚大钱 毫无疑问 你必须要什么 你必须要去参与市场的人气品种 那市场人气品种主要集中还是在科技加汽车 科技加汽车又几个分化行情断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这些方向 那人工智能在这段时间调整SALA也是比较厉害 这段时间SALA确实让人很难受对吧 那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刚好又到前期低点 这里 这里 这里不就是前期低点吗 那么在前期低点附近 我们去做一个博弈做跟踪 后面一旦出去反弹了 出去拉过了 上方压力在你这里 那不就是机会吗 不就是一个给你高位出逃 高位获利的机会吗 你要是把握好了这个细节 把握好这个重点 你想想想不吃肉多难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再去割热化 划不划算 明显不划算 我们看个股的话 很多票出现一个底部的一个什么 一个异动 底部的一个异动 在这里底部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好 除了这一块之外 还有就是与之相关的 比如说这个机器人 比如说数字经济 等等这些方向都是值得重视的 另一个就是汽车 汽车的话就是新能源车 汽车车的话在进行走势也是非常之强劲 非常之这个 厉害的 那我们来看这里这里这里 就是其实他也到了一个前期的低点 到了一个低点附近 那么在这个位置 他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上车的机会 你看一下这个 汽轮车在今天出现多支票出现尾盘 或者下午大涨的 很多票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一个拉升 可能我这么一翻的话 大家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怎么涨幅就现在涨幅大涨的都是 什么 都是北交所的票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个是 我们的汽车行业很多是跟 北交所有关的 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北交所 你看北镇50在午后突然出去放量拉升 涨幅达到了5个多点 今天北交所是今天A股利索的最大的工程 为什么北交所会这么强势的 从侧面又反映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中国A股市场之所以涨不起来 之所以跌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金融应生品市场的做空 对不对 然后北交所跟其他几大交易所 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什么 这里没有做空机制 对不对 没有做空机制 就比如说大股东不能通过限锁股转融通 卖出去 没有量化做空 这里只有什么 只有多空双方的什么 赤裸上证 多方的资金余 占优你就上 多方的空方的资金占优你就下 就这么个是就是多空双方 我们来拼刺刀 对吧 谁抢谁就谁就拉 方向就往那里走 所以这从侧面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 真正的一个问题 不是在我们现在再回到市场 是吧 这段时间A股一直下跌 一直调整 很多都在找原因 都在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说白了 这个市场下跌的原因 我们心里都明白 甚至包括国外的股民 国外的一些金融界的人士 都明白 A股下跌 跟经济没关系 我觉得跟经济关系不是很大 不是没关系 影响不大 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 可能也不是关系很大 最关键还是什么 还是我们的 某些的规则存在问题 对不对 规则存在问题 刘教授说得很清楚 中国市场 是吧 几乎是集中了全球 最是吧 最新进的做空机制 不说别的 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一个月几次 人家是什么一个季度 对不对 股指期货可以做空吗 期权可以做空吗 还有就是我们的 线售股转龙通 A股 几乎是独一家了 是吧 既然是线售股 线售股什么叫线 线就是不能出 就不能卖 对吧 那为什么可以通过转龙通 把它借出去 这个不就是通过变相的一个操作 变成了流通股吗 对不对 这个明显的就是不对 对 这个 八旁的一个主力 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交易规则 这个量化 量化的话利用电脑程序换下单 明显的也是一个不对等的交易 做空 是不是 综合来看今天 北交所就狠狠的给市场上了一课 应该说是给我们的股民 给我们的高层 都狠狠的上了一课 公平交易的市场 大家在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 在同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环境当中 亏了大家也认了 但是如果不在对等的环境当中 亏了大家的运气是非常大的 大家是不是发现最近我们的股市跌的比较 多 你看感觉股民的利器越来越大 可能跟亏钱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跟一些规则 不对等也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